比板木大还神秘的五十一区 美国人到底和外星人签了哪些协议 著名的罗斯菲亚UFO坠落事件 坠毁的飞碟和外星人的尸体到底藏在哪 今天的故事带你一一解答 影片最后通过解密文件带你了解真正的五十一区 苏菲的弟弟瑞德是一个UFO超级爱好者 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已经消失了好几个月 政府和警察对于他弟弟的失踪案件一拖再拖 所以他决定向媒体曝光一些东西来扩大社会影响力 以下画面是苏菲在他弟弟最后消失的地方找到的录像代理拍摄的内容 视频中的瑞德和他的两个好朋友小黑和本 整理装备和一些仪器 准备开始筹划了好几个月的疯狂计划 潜入全世界最神秘的五十一区 偷拍传说中的UFO和外星人尸体 本在掩饰如何逃避军方的热感追踪 瑞德在本打电话时测试了一下信号干扰器 他们为了实施这次计划足足筹划了好几个月 所有能想到能用到的都做了充足准备 为了记录这个伟大的时刻 他们购买了很多穿戴式的拍摄设备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踏上了此次未知的冒险 路上本在给他们介绍的行径路线 他们的计划是将车开到五十一区安保最薄弱的一座山附近 然后步行15公里利用准备好的装备避开山上的狙击手 和地面上的运动传感器还有安器传感器 如果一切送礼 他们首先潜入S4基地 传说中的S4基地里面有9个地下机库藏了8架美国截获的UFO 瑞德拿出地图进一步明确了潜入的路线 在正式进入之前 他们还要搞到最后两个东西 就是内部高级别的员工卡和指纹 临行前 瑞德在网上联系了一个女网友 这个女孩的父亲曾经在五十一区工作过 前不久却突然消失了 他父亲曾经告诉他 如果有一天他失踪了 让他去一个地方 那里有些材料让他销毁 女孩也想去找他的父亲 所以在网上联系了瑞德 他们准备先去拉斯维加斯找到这个女孩 看能不能搞到员工卡和指纹 路上小黑信奉的说 如果他们成功了 他们将是全世界第一个潜入五十一区的平民 如果能拍到传说中的外星人尸体和飞碟 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会认识他们 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 说着三个人就来到了拉斯维加斯 瑞德在一个餐厅见到了女孩杰娜 三个人互相介绍后 女孩带他们前往父亲保存材料的地方 路上女孩告诉瑞德 他父亲失踪前变得很神经 经常说自己被窃听 还有人在跟踪他 并且在五十一区内看到了他不该看到的东西 随后就失踪了 来到库房打开黑箱子 里面有五十一区工作人员的医疗记录和员工名册 还有他父亲手绘的S4地下基地的地图 进入那里需要员工卡和指纹 而且密码每天随机更换 他父亲并没有进入的权限 通过手绘地图可以确定 他父亲是偷偷溜进去的 通过父亲遗留的照片 他们猜测父亲是跟这个人进入S4基地的 所以他们决定先找到这个人偷走他的卡并取得指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动手两天后 他们发现了那个人 一路跟踪来到了他的住所 在附近等到天黑 瑞德跑到卧室偷走了装在兜里的员工卡 临走前带走了一瓶男士香水用来提取指纹 当天夜里 杰娜和他们会合后 大家穿上可以控制体温 躲避热感追踪的防护服 吃了可以降低氨气监测的药后 便正式向五十一区挺进 就这样瑞德杰娜还有小黑趁着一色一点一点的向五十一区靠近 在夜市仪的辅助下 他们穿过了第一道防线 然后开始爬山 途中他们利用干扰器破坏了运动传感器 就在快爬到山顶上的时候 一架雄罗直升机从他们头顶飞过 因为有防护服 直升机的热成像并没有发现他们 经过层层关卡 他们终于看到了五十一区的基地 他们脱掉防护服 翻过围栏 传说中的S4基地就在他们眼前 这几人穿过层层关卡终于闯进了五十一区基地 趁着深夜安保薄弱 他们用员工卡打开了第一道大门 这是S4基地的地上机库 里面只有几架无人机 通过接纳附近的守回地图 他们来到通往地下基地的入口 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指纹和员工卡 成功地打开了大门 复一层是办公区和休息用的客房 他们要穿过办公区才能到达通往地下的楼梯景 因为还有人在办公 他们只好藏在一个角落 就在一面墙上 他们发现了类似人体实验的海报 还没来得及研究 祖廊里打草卫生的工作人员突然经过 他们连忙顺着地图来到楼梯景 这时楼下突然有人上来 他们只好藏到一个更衣室 这里面不仅有生化防护服 还有一件破损的防弹衣 他们继续想象 这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里面不仅有奇怪的液体 还有一个十几米高的铁门 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不得而知 他们要继续往下 前往更核心的区域完成拍摄 几人来到SE区入口等待工作人员开门后 获取随机密码 这里的戒备明显更加森严 进入一个区域要通过好几道带有密码的门 他们要用热成像找到四个还有温度的按键 根据温度的高低来判断按键的顺序 就这样他们成功地破解了第一道门的密码 松利地来到一个超级材料研发实验室 这里的重大发现让他们兴奋不已 小黑根本不顾危险警告标志 随意触碰这些实验材料 结果导致一个悬浮的物体冲出容器 几个人吓坏了赶紧逃了出去 临走时小黑还送走的一样东西 刚走没多久 他们终于发现了此行最想拍到的东西UFO 一个全身漆黑的飞碟 坚硬的外壳还可以根据手的触碰改变心态 瑞德兴奋不已 虽然他曾经无比坚定地相信UFO的存在 但真的出现在他面前时 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瑞德爬上飞碟顶部 从一个洞口进入了飞碟内部 刚进去那个洞口就关闭了 飞碟内部并没有那么多精密的仪器 只有一个类似浴缸的白色物体 中间还有一个细长的白色座椅 瑞德坐上去后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整个飞碟变成了透明状 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的仪器 但是外面仍然听不到他的声音 小黑和杰娜联系不到瑞德 还在外面雄爪打开苍萌的开关 瑞德请后 这个洞口便自动打开了 他让小黑下来体验一下 小黑说我已经把所有拍了下来 我们该走了 说着他们便离开了 继续前往更神秘的地方 瑞德越来越兴奋 打开杰娜父亲的守卫地图 他们准备前往武器区最核心的区域 走了好几公里后 他们终于按照地图上的标识 来到了这个区域 此时的小黑觉得 他们已经拍到了UFO 可以回去了 而此时的瑞德哪肯放弃 他觉得既然已经走到这了 如果放弃 此生可能都不会再有如此好的机会 小黑也不好再说什么 人家想要进去 必须得穿过一道铁门 小黑替他俩按住开关 瑞德和杰娜进去后 刚准备打开下道门 是警报响了 警吓坏了 瑞德让小黑赶紧跑 还没刷完警卫就过来了 小黑引开警卫 跑到一个楼梯间躲了起来 瑞德凭借地图 来到通往地下的电梯间 电梯内既然挂着 外星人形状的仿生衣 他们顾不得想那么多 直接乘坐电梯 来到了五十一区的最底层 按照杰娜父亲的描述 这是一个地下隧道 他们并不知道隧道通往哪里 这也是整个五十一区 最神秘的地方 他们顺着隧道走了不远 就发现地上散落着 很多人类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个小女孩的鞋 和一堆小孩穿着旧衣服 越往生处走就越诡异 这里就像一个扭曲的儿童游乐室 杰娜吓坏了 想离开 瑞德告诉他 说不懂前面就会有出口 两人就继续往前走 在一个插满管子血迹斑斑的容器里 瑞德发现里面 既然有类似人类的内脏 他急忙让杰娜不要过来 继续往前走 里面越来越空旷 一般白色的物体 出现在他们面前 瑞德突然想起来 这不是之前飞碟里的容器吗 就在这十一张戏舱的时候 从白色容器里生了出来 伴随着怪异的叫声 向他们靠近 瑞德来不及思考 急忙向来的方向逃去 那个小生物刚好追了过来 这时瑞德也害怕起来 他们已经拍到了 自己想要的内容 便准备回去 因为上面已经被警卫包围 他们准备送着地下管道出去 此时的小黑躲了一会 发现没人追便往上跑去 刚上来发现 此时的地上已经乱成一团 没跑多远就被警卫发现 逼到一个角落 绝望的小黑万万没想到 因为他们的窗户 打破了这里的平衡 一些恐怖的生物 也趁机逃了出来 小黑藏到一个桌子下面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此时的瑞德和杰娜 送了管子一直往前爬 不知道爬了多久 前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杰娜不敢再往前了 两人只好往回走 刚爬没多远 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吸到了一个白色的空间 此时的两人还没搞懂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发生的一切 早已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两人正在研究着 一些奇怪的符号时 杰娜突然被什么东西吸走了 小黑这边等一切恢复平静后 好不容易找到出口 逃到了地面 此时地面正在疏散人穷 小黑趁乱逃了出来 瑞德这边发现杰娜不见了 到处凶找 之前出现过的符号越来越清晰 终于他看到了杰娜 此时的杰娜一动不动 思恶地盯着前面 就在这时 摄像机摆脱了重力 突然飘了起来 随即他俩也飘到了空中 声音变得越来越远 摄像机送了一个管子 掉到了地上 一个类似飞碟的物体 消失在空中 小黑这边一路狂崩 终于看到了 停在路边的汽车 小黑拼几所有力气来到车旁 叫醒正在呼呼大睡的本 让他赶紧开车 路上小黑给他讲了 里面发生了一切 刚开出去没多远 车子的电器突然失灵停了下来 就在这 使一道强光出现在他们上空 小黑就好像被召唤一样 走下车去 死了地盯着天空 等他们赶紧上车离开 突然小黑被一道强光熄到了天上 本疯狂地发动着车子想离开 虽然逃生是本能反应 但当你面对未知的力量 使一切都是徒劳 本也被吸走了录像结束 此片是根据51区的一起 真实闯入视线改编的 里面展示的飞碟和外星人 大多都是51区工作人员 在退休数年后爆料的 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2011年国际UFO大会上 航空策会员 麦克·施拉特和生物医学家 丹布里奇 首次对51区S4基地 进行全面剖析 展示了这个基地的完整结构 以及对JROT这名外星人的声势解密 这是51区S4基地 平面图以及内部结构 这是重放飞碟的机库 第一架是JROT乘坐的P-45碟型飞行器 第二架是P-24罗斯维亚号 就是1947年罗斯维亚坠毁的飞碟 它的样子很接近现在的F-22 罗斯维亚并不是一个碟型飞行器 它更像是一个无追尾的战斗机 F-22的设计 包括第六代战机 基本上都吸取了这架飞碟的灵感 外星人JROT住在S4基地地下五层 这层也叫安全屋 如果想要接见它 必须得全身去屋消毒 因为JROT无法很好的适应地球环境 所以他们基本都在这个罩子里待着 但布里奇是少数几个能见到他的人 因为他要给外星人提供医学支持 关于他的身世 但布里奇是这样解释的 JROT是来自未来的地球人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星人 关于这个说法 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在这就不展开了 目前地球上大多数外星人事件 包括最为出名的小灰人 都是未来的地球人 外星人事件一直是人类最好奇的话题 最后提出几点猜想 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 猜想一 51区建造于5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 当时美苏都在秘密研究一些机密武器和飞机 为了进行秘密实验 并没有向外界公布一些研究成果 很多附近的居民偶尔看到一些奇怪的飞行器 降落在51区 就误以为是外星人 后来美国为了封散人们对空军秘密项目的关注度 索性就利用UFO事件来掩盖自己的高科技 这一切都是人类别有用心的阴谋 猜想啊 51区确实有外星人和外星飞行器 这些外星人并不像影视剧里描述的那样可怕 不是为了占领或者抢夺资源而来 他们只是比地球科技高一些而已 发现地球有生命活动迹象 就派了一些飞行器过来查看 因为无法适应地球的引力或者别的原因 有些坠毁了 有些降落后暂时回不去 因为美国早期有强大的雷达和探测技术 大多数都被美国截获 带到了51区 双方很友好的交换过一些技术和信息 因为地球再完美也只是我们觉得 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 宇宙所有生命的诞生 都需要地球这样的环境 外星人也许觉得地球并不适合他们 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彼此都很好奇 来地球只是好奇心而已 而且他们的技术并没有高到来去自如 或者同时能来很多人 是我们把它想象的太夸张而已 以上都是个人猜想不代表任何立场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评论区告诉我 大家一起讨论 我讨论区